水星家坊不管他卖一千五千 又六千七千 咱们直接给他砍 砍一半下来好不好 38周年庆 他们是38周年庆 这么多网红这么多达人 他们都没有邀请 要不要开个预约 要给我们邀请函 我觉得可以 你觉得要不要开个预约 可以呀 家人们你们说开不开预约 可以开 我有办法开 家人们你们如果说开预约 4月23号你们觉得开 我就马上给家人们开个预约 到时候你们现在就可以马上的点个预约 我看一下 真的呀那我开了几年 4月开得了 几点钟 早上9点还是10点 你说 9点吗 9点呀 我不知道 9点就9点家 开了的话是真的要开几个的 行呀 我正在想 你来得及吗 你去过上海过了 我去过两次了 我现在 有一次出差呀 有一次个老门 你们去干嘛 去玩 为什么好玩 来拿着 拿着我的手机 来解释 青莲啊 可以的 你从来没去过上海呀 不负责 没有 负责不起的 我假如我是没有去过上海我也不知道上海有什么好玩的 但是从小听说过有一个什么外堂还有一个什么呢 迪士尼迪士尼还有一个他们很多去上海然后坐那个车 然后像那个观光电梯公交车一样的然后就很高的很高的 天哪 你新加坊居然他的总公司在上海 我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我不仅要带你去上海我告诉你今天我还带你去上海所有的旅游景点 加尔曼你们觉得好不好我真的我上海有很多粉丝阿姨我想的是把吉年带到所有的整个国国内的城市都要让他去走一遍你说什么你说上海有很多粉丝阿姨 加尔曼你们想不想见吉年有没有上海的阿姨 抠一抠一家人我看一下有多少人 我觉得他吉年可以的以后我们每去一个城市哈就可以把当地的这个呃就是阿姨或者姐姐们对不对直播间姐姐们可以见一面 上一次我好像去南通的时候我见了见了阿姨然后还有在哪里啊呃在西安也见了粉丝阿姨 然后有很多阿姨也是上海的上海的如果专门来乐山镜我还有点迷糊 哈哈哈哈真的有点迷糊 如果正巧还可以见面的话就好了 九点是不是嗯 家人们我马上给你们开一个预约哈你们说开不开开的直接打开哈 开的最好开的话 实际有机型的哇我已经开了 这样所以家人们哈没有点预约 左下角直接点个预约 4月23号早上9点钟水星家坊哈 基本上他是国内家坊的天花板级别的就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38周年周年 新家坊就是家人们应该需要这个换季 我们选择的话预约了打个预约哈 直接左下角预约一下 那这些家坊在哪里 这种家坊的话只能说一般般 它是一般的平台水星的话是顶级的哈 开呀行家人们没点预约点个预约哈 左下角直接点预约这个地方 没点预约点个预约看一下东方明珠 几年这样子那我直接带你去上海的东方明珠 去很高的楼上边 可不可以 我想带你去体验一下 世界上的前几高楼 它是排名在前几的哈 前几的高楼上面 已预约这么多人预约了呀 行家人哈 没点预约点个预约 这样不行 我再去买一件衣服 一楼再去看一下 行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哎呀从后的衣服 哎 宠物衣服怎么了 你想给你家小宠物买衣服了 东方明珠你们说我们去不去东方明珠 如果觉得要去东方明珠就打个要 水清家坊家人们你们知道品质的哈 我们可以提醒一天去哪个地方逛一下吗 去哪个地方 在上海 迪士尼吗 可以啊 这是提醒一天 我一定要我要带两个今天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迪士尼一个是东方明珠 你们觉得支持就打个支持哈 因为最近马上换季了 有很多家人们也在后台私信我说 哎呀叶总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家坊吗 然后家坊有很多很多 最终我们就 然后正好水清家坊 周年新闻邀请我们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国内 特别特别好的平台 那我们可不可以提醒一线平台 然后我们去 见一下上海的一些好玩的 超好玩的迪士尼 我觉得就要带你去见见市面 迪士尼 而且你走在团上的 他会有那种画面 梦幻 迪士尼乐园啊 童谷书里面的感觉 真的呀 那这样今天 今天 今天多少号了 小胡 今天15号 我直接就带你20号我们就过去 哇 真的呀 家人们你们觉得好不好 20号我先带几年过去 带他过去干嘛呢 我先带他过去吃好吃的 带他去外滩吹吹风 带他去看看高楼大厦 带他去看看曾经啊我去 创业过的地方 曾经去打过工的地方 去创业努力过的地方 真的我想让他去走一下 吹过我曾经吹过的风 走一下我曾经走过的路 就像跟我一起相拥 好吧今天 支持 谢谢家人们 一预约这么多人预约了 没有点预约 左下角直接点预约 家人们我的主页上也可以点预约 你要马上关门了 完了完了 咋办今天你看 我就说快一点给你多选一件 今天来的很晚 就只选了一件 我的衣服都没有放 放门了 那我们这个样子赶紧出去 待会被锁在里面了 下一次嘛 我有衣服穿 哎呀 就行不行 哎这个这个行 再买一件 再买一个 真的 买一个吧买一个 秦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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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连他说他会和 以后我们每去一个城市 我们就会 跟当地城市的一些姐姐们见面 当然这个 这些姐姐和阿姨们肯定是要 就是特别喜欢秦连 因为我们要保障秦连的人身安全 因为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哈 知道吧 家人们 所以说我们无法避免 有一些就是小黑粉 所以说 但是我们一定要 就是 喜欢秦连的 秦连信任的人 咱们肯定也可以见面的哈 可以都可以见面的 对不对 秦连 这样子我们提醒去到时候去 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 就可以跟阿姨学一起 哎 真的呀 家人们你们觉得好不好 可以去偶艺一下到时候 偶艺 然后如果有 也就是 可以偶遇到的 那就太幸运了 可以今天说 天呐 我觉得 叫一些阿姨们一起去迪士尼乐园 天呐 到时候如果他们搞什么仪式 我又不是明星 我觉得这种 我最怕这种场合了 就是 别人邀请我们 然后我们到的时候 他们 听说他们还准备了很多仪式感的东西 然后 我会觉得很尴尬 真的很尴尬 仪式感的东西 我又不是名人 你今年 就是说 但是 谢谢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的支持 谢谢咱们直播间 所有家人们的支持 很多 品牌邀请 我聊这些 但是我们 如果选品牌 我们只会选大 大品牌 就是一线 一线 你看 就是 家坊类的 就是水星家坊 也是天花板 集结的 家人们 你们 你们知道水星家坊好 知道 大哥 知道 水星家坊就是一线品牌 我们的话 他们家 他妈妈就是买买家坊 只买水星 对对对 因为 其他家坊的话 不好 但是水星家坊 有一个缺点 就是什么 他太贵了 但是 家人们 他贵 肯定有贵的道理 他成本很高 所以说 这一次我们去的目的 就是把他价格打下来 必须给他打下来 很便宜 很便宜的价格 好不好 今天 这样吗 那天我来 我断裂我自己 你敢不敢吗 真的呀 他是这么远的去 我怕 你也行呀 家人们这样 他说去如果会给家人们砍价 我让几年先砍好不好 锻炼一下他 因为我想让他去经历一下 体验一下 让他去锻炼锻炼 家人们你们觉得好不好 觉得好的打个好 你看锁门了 大家不锁门了 对23号 因为现在本来换季了 今天 我到时候我也得会给我家人买 买几套家坊 知道知道 这么多人知道 那我们好久去呀 好久去 真的要去 直接就是20号就去 好吧 那明天 我再陪你买几件衣服 因为你要去出去玩 那必须得 是不是上海的女孩子 更会穿衣服 更会打扮自己 啊 我说 我听说过 你到时候 几年 家人们这样 几年到时候去上海 我们会给家人们开直播 就让几年穿这一件好不好 好不好 你们觉得就让他穿这一件 我们是要戴一个牛仔裤 万一很美 哎呀 你戴什么牛仔裤呀 今天你去大城市 你穿什么牛仔裤呀 你 我明天 我明天再陪你买买三套 好不好 明天我陪你买三套衣服 必须穿好一套 然后我在上海再帮你买几套衣服 小湖 上海 这样 在上海习惯的话 这样 你的眼光这么好 到时候我带几年去上海 你也一块 我也去啊 好不好 假尔满 这么远的地方 小湖的话 他有一个 特别的功能 就让他专门去给几年选衣服 这个算了算了 上海的衣服 你去选的话 更贵 大海真的 我跟你说 起码别 比这个地方 但是适合你的 你穿的好看的就是最好的 你穿的好看就好了 你开心就好 是不是 上海起码 那个价格 来 我往前面走 他们20倍 没必要 怎么可能还20倍 这也是一分钱一分过 对呀 欢迎我们星期直播间所有家 你们觉得好不好 对 我想让小湖的话 去帮几年买衣服 今天我给几年选的这套 搭配这套 好不好看 必须好看 他们都说了 让你到时候 给家人们开直播就穿这套衣服 真的呀 真的 真的好 他们说上海的旗袍更漂亮 上海的旗袍更漂亮 大学给你再写一看 我从来没有穿过旗袍 你这是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 那我一定要带你去外滩走一走 家人们 我想 一定要让几年去外滩走一走 上海的外滩 让他看一下金碧辉煌的城市 旗袍 而且还拿扇子 他从来没去过这么大的城市 今天 一定要拍照 我跟你说 我一定要带你去遍每一个城市 带你游山玩水 带你去经历 去多出去看一看 看看世界 人这一生就是要多经历 一定要多看看世界 知道吧 世界有很多面 我们现在所看的都只是这个世界的其中一面 我一定要带你多去看看 看看外边的世界 而且 家人们 穿起来 这就是月利 要把这个头发扎起来 拆一根拆子 更有味道 是不是 家人们 对对对 好看好看 戴上叶总送给你的珍珠项链 哇塞 绝世美人 是的 家人们 是家有电吗 有电 我告诉你今天哈 家人们是这样的 今天他有些时候随时告诉我 他说 啊哎呀 我没见过世面 我跟你说 今天 什么叫世面 你知道吧 你这边什么叫世面 你一个人 你不是说 你读过多少书就叫做见过世面 不是说你文凭多高就是见过世面 不是说比如说你 对不对 你去过国外 去留过学 你就见过世面 并不是这样子的 大米多少钱一斤 小麦多少钱一斤 你知不知道 啊 那青菜多少钱一斤 这整个世界有很多面 咱们普通人一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面 什么叫见过世面 你要知道很多面 你才叫做经过世面 知道吧 今天 对吧 你说别人可能 那 可能别别人比如说学历高的人哈 他不一定知道小麦多少钱一斤 但是你知道呀 对吧 这这也叫世面呀 对不对 你好会安慰人 真的呀 今天你别告诉你没见过世面 对不对 家人们你们觉得我说的有没有到 你觉得我说的有的打个有 因为很多人都只看到一面哈 就 所以说啊 我不允许别人可能说小几年没见过世面 他这个姑娘 往往我们不知道他可能都知道 因为他从小在大山里边 对吧 就是从小是他出生在大山里边 他可能知道的 哎 大农农村的一些知识可能比我们都还多 有到你啊 有到你啊 谢谢家人们 谢谢家人哈 小几年真的他太善良了啊 他就是太朴素了 谢谢啊 感谢姊妹姐 喜欢我 我说实话 我们的姐姐和阿姨 家人们这个真的现实生活中啊 哎呀 今天我今天我可不可以 说一句那个傻底一点的话啊 就说的一点好像有点自恋的话 比如 比如啊 家人们那我就直接说了 我就不藏着夜的了 现实生活中真的追我的人哈 没有没有200也有100我说实话 但为什么我最终我选择了几年 因为真的他我在他身上看到了 一般人身上没有的东西 你知道吗 几年 真的我告诉你 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的人没有200也有100个 我真的我遇到过的 但为什么我支持没有动心 我真的我就是为了遇见你 为了遇到你 终于我等到了这一天 哇 真的今年我会好好珍惜你的 有道理啊有道理 对吧 对家人们 很有道理 两个人去上海 行家人们 这个样子家人们我们上海去 我们会去参加水星家访的 38周年庆 他只邀请了我们过去 所以说家人们没有点预约 可以点个预约 左下角直接预约 预约了过后 2823号 4月23号就会提醒家人们 你如果没点预约到时候不会提醒你 点到预约 左下的预约 就会提醒大家哈 没点预约赶紧点 我再给你们谈一下这个链接好 再给家人们谈一下 好了 谈出来了啊 家人们 没点预约赶紧点个预约 小青年 你激不激动 激动 激动呀 激动的心 颤动的手 谢谢也感谢 呃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的支持 所以也现在也得到官方的认可 官方就把我就是推荐给很多大品牌 他们就会找我 找我们就比如说 呃就是今天 你们觉得我们品牌怎么样 他们就要看他们品牌 比如说我告诉你 一线的 我们才会对一定要一线品牌 因为他品质就有保障 而且价格我们可以打下来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有自信 为什么要有自信 你看现在官方家人们 小吉年是受到了腾讯 腾讯知道吧 这么大一个公司就微信 微信的母公司叫做腾讯 腾讯的邀请 你已经得到了腾讯的认可 家人们让小吉年 去给水星加坊这么大的品牌 做代言 做代言人 我的天真的今天你太棒了 所以说你38周年的代言人 所以说你一定要自信 你不要不自信 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为什么要去 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 我们直播间很多姐姐和阿姨 应该都知道这些大品牌 他可能在线下你们买到啊 就是我们在直播间 肯定给他 比线下要便宜一半 我们才会去 不然我们不会去的 对对对一定的 所以说几年啊 家人们 他不给福利我们是不会去的 我以后我 我看谁还敢说人家几年 没见过世面 人家几年才真正的见过 这次经历了以后 又见过一些世面了 对不对 今天 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 我们就要做好自己 我们做给自己看的 知道吧 今天 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 家人们这样 来 加 打两个字哈 支持 我们支持一下小吉年啊 我们一起来见证他的成长 看一下他一步一步 怎么样做到最好的 我本来是要买一朵花 然后让他给你 结果被你吃货了 好烦哦 哈哈 一点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浪漫呀 哎呀 今天 时间不早了哈 10点钟了 再 逛个分钟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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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我们最后再陪大家逛一会 哈 然后陪大家 什么充电宝要不要还 上了这没有还的 你弄着吧 哎 充电宝要还吗 肯定要还的 这没有还的 对对 支持 小吉年 哎这样 我想的话 这个世界上说实话哈 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没去经历过 我希望哈 我们以后的日子里边 我会带着你 一起去经历 一起去成长 甚至我觉得我很多东西都会向你学习 你知道吧 不不不 你不要向我学习 我才是 你应该 应该什么 真的呀 小吉年 比如说 加尔满 今天他会刺绣 知道吧 他会去缝合一些 哎 就是 去秀一些东西啊 我就感觉哈 小吉年他 他很多东西真的 就我不会的 甚至我没见识过 他都会 我都觉得真的他太棒了 有些时候我都得向你学习 谢谢吉年 今天买衣服 天呐 在野人不简单 我第一次 什么 没什么 他们他们说你小吉年的话不错 挺不错的 你说今天什么 我说这个裙子的话 我没有穿过旗袍 我都不知道什么场合穿 什么场合 开会吗 吃饭呀 我告诉家人们你们告诉他什么场合穿 他说旗袍什么场合穿 是不是所以随时都可以穿 你们什么什么时候穿 他们都说自己 什么时候穿 你们说什么时候穿 这个旗袍包子怎么穿 包子穿 是不是随时都可以穿 随时都可以穿 想多久穿都有多久穿 你偏了什么场合 肯定是有场合的 没有场合 今天你平时喜欢你穿的好看 平时都可以穿 对呀 你平时在大街上逛街都可以穿呀 你现在不就穿着在大街上逛街吗 你适应就行 对呀 你适应就可以了 穿起还逛街呀 有啊 只是他们回家了 真的没有的 真的有的 我以前身材好的时候也喜欢穿 现在不行了 现在有游泳圈不敢穿了 我跟你说 他们都说正式场合 什么时候都有穿 到正式场合穿的更好看 知道吧 走我们去买一点 喝的吗 手机会是不美 这样家人们手机已经快没电了 现在已经只有2%的电了 这样家人们哈 我们今天可能就先得下播了 然后明天我会带起年再去买几套衣服 不买了 买呀不行不行 这样你必须答应我们 不然我们 去把我的体育给缝了 这样我们家人们他们都都放心不下 你如果不去的话 你必须答应一下 家人们好不好 我们让几天答应我们 是不是如果他不答应 大家就放心不下 不买的 他们都说放心不下你 必须买 你做饭的时候穿 做饭的时候穿 做饭的时候穿 谁说的呀 就是你出的你说的主意 你出的主意 做饭的时候穿 现在咱们主播间30多万人了 30多万人了 这样家人们哈 行那咱们就下播了 大家早点休息哈 明天 你答应我们明天我再给你买两套衣服 想你买 明天我陪你买 那我买你也买好不好 我买你也买好不好 拜拜 好嘞家人们晚安晚安拜拜 家人们想你的夜 拜拜晚安喽 明天见喽 明天见 拜拜家人们晚安